好,我们来看一下期末好的范围 四次二级的矩阵的运算 这边的话蛮多重点的前头学 自己把它划线一下 好,往下看下去的话 我们准备直接进入到今天的重点 要帮大家来做一个观念是非题的整理 慢慢听我说 好,习注当中第一题的话 它马上说M矩阵落假设 实际上它是个矩阵吗? 答案是对的 因为其实这个写法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乘一的方正 它是一个元素 但是它用中括号把它刮住了 它也是一个矩阵的写法 好,第二个一下吧 第二个的话很明显 矩阵绝对不可以跟一个随随便便的时速系来相加 因为矩阵是一个正列 复习一下吧 要帮同学说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矩阵呢 它有两列 它有三行 是一个标准的二乘三的矩阵 它叫矩阵 它不是方正 因为它不正方形嘛 那这个三的话是一个时速 它属于R 它是个时速 矩阵跟时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它们在两个平行世界中运作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矩阵跟时速相加 换句话说 不可能出现这个答案 换句话说 而是错的 你问我说如果假许要出现答案怎么办 要出现这个解答 要去把三 要做这样子更改 要把这个三全部变成了 你要写六个三 一个所谓的三列两行 我发现现象 我更正一下 刚才是三列两行 三列两行 我更正一下 三列两行的 你要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出现四五 四六 六跟四七 有没有发现 这个一加这个三 变这个四 这个四加这个三 变这边的七 这样变出来的 好 再往下读下去的话 三是一个很喜欢考的东西 告诉大家 矩阵绝对它是 一般来说是不具有交换率的 它要具有交换率 必须要是特别的矩阵 或一些特殊的矩阵 一般来说 矩阵是不具备有交换率 一般来说 它不具有交换率 在矩阵的 硬算的世界当中 它蛮多的想法 跟时数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 它是不具备有交换率的 好 另外的话呢 四的话呢 我们说明一下 a平方减掉i平方 什么是a a的话是一个n阶的方正 a的话是一个n阶单位方正 这边可以复习一下 单位方正 在我们这边高中 这边所看到的有i2 一般常看到的是 1001的2阶单位方正 或是呢 3阶单位方正 100 010 001 像这种造型的 都是经常在考究上看到的 好 说明一下吧 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留下一些空白可以写 我再把刚刚复习东西 把它很快的擦掉了 我们从右边读回来 你会发现 右边这样推过去 你就会发现 a相乘 还有这个i乘a 在右边的推导过程当中 我们这样发现 它出现这个画面的 在a乘这个i是负的 ai 然后i乘负i是负的i平方 好来说明一下吧 因为i的特征很像是 实数系当中的1 的这个角色 它称之为 矩阵的单位元素 单位矩阵 换言之的话呢 i乘a 会等于a乘i的哦 这边的话 你就发现 它就具有交换率了 当i的出现的时候 a乘i 会等于i乘a的 它们竟然相等 就马上消掉了 因为a相乘是a平方 所以答案呢 果然是 果然就是a平方 扣掉i嘛 对不对 i平方就是i的意思 所以第四选项 它是对的了 而到第五选项的话呢 她们的同学说 这个2346 是不是一个可逆的方正 所谓可逆代表说 它可以找到a的imbrose 可以找到a的 能够找得到 找得到a的反矩阵 称之为它是可逆的 但重点是 你要找得到可逆的话呢 要先知道 这个矩阵的行列式指 绝对要不等于0 大家观察一下吧 这个矩阵的行列式指 是谁呢 就是把中括号 变作杠杠的行列式 2乘6 减掉4乘3 变0了哦 那就矛盾了吧 刚刚明明说 要找得到反矩阵 行列式不准变0 现在既然变0的 换句话说 它就不是可逆的 既然不是可逆 就叉叉嘛 把答案对一下 1到54圈 叉叉 叉叉 好 我们往下看基础题 好不好 这本基础题的话呢 只要耐心的按照 合卫3乘4的这个方正 一项一项的把它列出来 还想好不好 还想要去了哦 三列四行哦 慢慢写 第一项A11 第二项A12 再A13 因为还有四行 所谓三乘4 把这个字放大一点 这个下标蛮重要的 A14 好 再第二列了哦 A21 A22 A23 A24 好 终于看到第三列了 A31 A32 A33 A34 没错 它总共有三列四行 要满足这个游戏规则 什么游戏规则呢 后面的规定 要每一项都满足i平方 减掉2z 什么是i呢 i就是所谓的列数 前面的列 先把这个列列出来的列 i代表每一个前面的列数 比如这边第一列吧 i就是1啊 这个z呢 代表了函数 后面的那个数字称之为函数 我们就耐心的把数字套进去吧 1平方减2乘1 看第二项了哦 1平方减2乘2 看第三项 1平方减2乘3 你会发现变成这个数字 1平方减2乘4 那么发现一个现象 这第一列的元素 刚刚好呈现等差数列的情况 公差是-2 -1 -3 -5 -7 好 那么请看第二列好不好 第二列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来表现一下好了 第二列我用咖啡色来写 i平方减掉2乘3 2平方是4 我们就发现到 4去减掉2乘1 变2了 在2平方一样是4嘛 4减掉2乘2 这边变0哦 2平方还是4 减掉2乘3 它反而变-2 2平方还是4 2平方减掉2乘4 马上你会发现 这个值的话就变-4 大家发现什么现象 这边第二列的公差就是-2 公差就是-2 好 往下请看第三列 而第三列的话呢 来选择一个绿色笔来写吧 好 3平方是9 9减掉2乘1 这个数字 3平方一样是9 9减2乘2 你会发现变这个数字 对不对 3平方是9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就变多少能呢 好 把它说明一下 刚才这个数字 把它稍微写快了一点点 我们将看到 9去减掉2乘2的话 是这个数字 好 公差是2的意思 9去减掉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变3的哦 然后终于会看到A34了 3平方减掉2乘4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公差是-2 你们问什么呢 所有元素的和 A矩阵当中的所有元 所有元素的和嘛 元就是element 就是元素那个element 那个单字的发音 好 所有元素的和多少呢 耐心的把-1加-3加-5加-7 再的话呢 再请同学的话 去加这边 你会发现 加第二列的数字 加第三列的数字 我们耐心的把它加起来 把它改回蓝色笔来写吧 第一列的数字相加是-16 没错 第二列的数字相加是-4 第三列的数字相加是-16 到后来呢 解答会来到-4 这样可以吗 所以就基础题的第一题 它果然就是-4 那么请看 第二题的话 是要求什么东西 它问大家一种相对的 要门当互对 所谓矩阵的相对就是 A-1等于S加1 B加2等于这个4 A加B等于这边的5 2A-B等于Y加3 所以我们只要列出 相关的四个式子 慢慢来 好 再来是B加2 要等于4 再来是A加B 要等于正5 再来是Y加3 要去等于2A 减掉B 请大家很快速观察一下 我们都高二同学了 你觉得什么最快呢 那第二次嘛 第二次的话 马上可以把B算出来 当B算出来之后 再把B 递回去第三次 所以说A 果然等于正3 是不是这样子 A这样等于正3的话 再把正3带回第4 A用正3带 你会发现S呢 一样等于正1嘛 S管等于正1咯 但等于正1的话呢 Y的这个值就被很巧妙的 一样被找到了嘛 所以Y这个值的话 我们才会看到 它一样等于正1的 Y的这个值的话呢 它等于正1 换句话说呢 这个问题的话 比较像送分题 A的话等于正3 小B的话等于正2 S跟Y 都是1 这样可以吗 第二题是这样子的 我就把它拉到卷轴 往下卷 请大家看一下第三题 第二题说什么呢 2A加3B是这个 三列二行的矩阵 三列嘛 横的叫列 而指的叫行 那另外的话是 3A-5B是这样子的矩阵 好 请问大家一下 你们觉得 它们这样子的话 用什么方式比较快呢 我的看法是 加减消去的话 比较OK啦 因为2A跟这个3B 我们准备一口气 就把它给换掉 好不好 我把题目列出来一下好了 我就准备呢 帮大家去把它列 并列这边 2A矩阵 加3B 10 17第一列 19 负25第二列 41 负42第二列 那再来的话呢 3A 减掉5B 是负的61 负60 19 29 负43 负51 刚刚有说过一件事情 把它用个颜色 来把它区隔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 2跟3 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6 换言之的话呢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这样想 我们干脆呢 就把这第四 把它乘以3倍 扣掉第二四 乘以2倍 我们稍微先算一下好不好 这边放大3倍 这边6A加9B 这边不是9B的哦 这边放大2倍 这边6A减掉10B 因为我是利用由上往下减嘛 当我这边是利用由上往下减的过程当中 这一减下来 会发生什么效果呢 我把这边隔开 把这边隔开 同学们这样看到 由上往下减是不见的 A会不见哦 所以9B减掉负10B 是不是19B 将得到19倍的B矩阵 而这个子竟然变这样子 经过一番的演算 152 171 19 负133 209 228 228这个数字很巧的是 它竟然是19的倍数 所以两边同时除以19 B矩阵被我发现了 89第一列 1负7第二列 11 12 第三列 把答案对照一下吧 当A矩阵被发现的时候 当B被发现的时候 刚才讲太快了 当B被发现的时候 你随便带回 刚刚的第一次或第二次 我们稍微把它挤一下 不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 同学们可以看到 另外的A矩阵 也被我们算出来了 你可以带回第一 这叫第一次 或带回第二次都一样对的啦 A矩阵长这样子 -7-5-8-2-43在第三列 -7-5-8-2-43在第三列 我们就分别看到题目所要问的A跟B了 利用加减下去法就可以了 但重点在于说数字一定要仔细的算啦 因为这边你会出现有六个数字哦 你只要错一个数字就突到无功了哦 就这每个数字都要非常精准的把它算对 有时候它也不能够保证B为整数啦 万一你确定没有算错 答案是分数也是有可能的 好看第四题了 嘿第四题请看吧 这边第四题的话呢 题目写得很明显 它是要帮大家处理一下 训练自己 矩阵该怎么成 第一个很快 三阶的方阵来相成 三列三行 慢慢这样做 一口气的话把第一格算下去好不好 你看这样子做哦 我们就开始把第四题当中的第一格 你刚刚心算一下好不好 一起算算看 第一列配这第一行 一乘负二旁边演算叫负二 七乘九九七六十三 减掉一 马上变六十 那你每一下都这样做知道吗 这样耐心的做的 第一列配第一行 数字是六十 好请大家耐心的看第一列配第二行 第一列配第二行 第二行哦 一乘三四三 旁边稍微抄写一下 稍微当个抄稿子 一乘三加七乘负四加七乘负三加负一乘以这个数字 我们发现是不是负二十三加三负二十啊 结果这个数字马上变负二十 其余的请大家慢慢累推好不好 再来的话呢 第一列配第三行将来到负二十六 怎么慢慢的一个一个慢慢这样推 一定可以把第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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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这个完成 五十五 负二负二配正一 六十九十九配三十六 好了 有关于第一小格的解答会是这样子的 需要好好的说明是第二格 第二格的话呢 把它隔开 第二格会希望我们接下好不好 直接把它写上去了 这边你不要 这边看下去你会觉得还蛮夸张的 看似很简单 隔层开却是有点夸张的 它是什么东西 这个画下去 是不是所谓的三列一行 然后横杠的 横杠的画过去是一列配三行 一列配三行没有错 有一列嘛 配三行 它是可以相成的哦 只要确认了这边的一 第一个矩阵的行数 等于第二个矩阵的列数 保证可以相成 它将产生出三乘三的方正 而且蛮好玩的事 你看看哦 一乘这个二 就是这个二这个数字的 这个一哦 一不要动啊 它暗示第一列吧 一乘负一 负一摆这边 一乘三 三摆这边 请看第二列的 换第二列出马 二乘二是四 二乘负一是负二 二乘三是六 换第三列的三 它当加了 三二得六 三乘负一是负三 三乘三是九 有没有发现 看似简单的 三乘一的矩阵 跟一乘三 能够蹦出 能够成出这么样夸张的 三阶方正 会出现九个元素 它就出现了 这么样子的九个元素了 好 一样把这边隔开 把这边隔开之后的话呢 第三题 请问大家一下 你们觉得答案变什么 先问自己看看 我把它稍微放大点看 第三题的话呢 它刚好颠倒嘛 刚才的颠倒写法 这是一列三行 后面是三列一行 到后来保证会缩成一个元素而已 是一个标准的 一乘一的一阶方正 就是一阶而已嘛 二乘一是二 一乘二加负二 三乘三是九 到后来它只剩下九这个元素 我们才看到呢 满足这个问题的话 到后来只剩下九这个元素 因为二减二加三乘三 是九嘛 好 看完第四题之后的话呢 又来到了第五题了 第五题的格式说什么 第五题的格式 它让大家知道 A矩阵落脚设式 十列五行 我把这个说明一下 把颜色稍微把它弄得亮丽一点 明亮一点的意思 十列五行 B的话是五列十行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相信 它一定可以来相成的 因为五五相衔接 五五相衔接 一定可以相衔接的 但好玩的是 目前题目说到 前面的AiJ满足了I加J 把下标相加 后面的BiJ却把互相相减 把A跟J来相见 很好奇的是呢 落脚设西矩阵 乘开是十列十阶 十阶方阵 十列十行 C34会多少 听我说吧 C34 现在这个时段 火车超多的 你会听到蛮多火车经过的声音 刚刚有说自强号 现在是一般的电车 电链车 指挥西三是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说 要抓 你要分解动作一下 要抓前面矩阵的第三列 也就是说 同学们只要赶快写出 A矩阵的第三列就好了 你看这边 你不用管这个 不用管第一列 不用管第二列 你要管的是第三列 而第三列呢 你这样横的写过去 开始写吧 第三列 A31 A32 A33 A34 我把它稍微空间拉大一点 再来是A35 中括号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的是标准的第三列就对了 第三列 3132333435 然后乘上B矩阵的第四行 B矩阵的话 我只要耐心的把第四行标出来 就可以了 注明一下 这4TH 第四行的意思 你现在看到是B矩阵的第四行 它是有五列十行的 第四行 既然是它的第四行该怎么写的 看仔细吧 这样子写的 B1 2 第一列第二行 B2 2 第二列 sorry 这边我要更正一下4 因为后面都要出现4这个数字 后面一定要是第一列第四行 第二列第四行 第三列的第四行 第四列的第四行 到第五列的第四行就高一段落 为什么倒五结束 因为B矩阵是五列嘛 五列 总共五列哦 耐心的把全部变数字了 这个点点点不用管它了啦 现在马上变数字 数字后改变颜色 把变红色写 I跟J相加 1加3 4 5 6 7 8 因为3加5是8嘛 好 马上变直的 我把颜色 应该是不用改好不好 让大家可以直接看下去好了 好 观察一下的话 这边相减的哦 1减4 不用管旁边的 不用管旁边的 只要看第四行就好了 这是-3 这是-2 这是-1 这是0啊 因为4减4是0嘛 5减4是1 所以大家 不用管旁边的那些人 请你直接的把刚才的 第三列 配上这一行 耐心的把这些元素呢 把它全部两两相承再相加 其实矩阵的运算 有点像是当时讲过的 所谓的内积啊 这是一个五 有五个 五个运算员的内积 45678 就是从2接3接4接5 你可以把它看作四维或五维嘛 4乘-3 慢慢算这样 4乘-3加5乘-2 加6乘-1 加7乘-0 加8乘-1 耐心的算 会看到反正是-20 你可以把它旁边检查一下 你可以旁边开个小视窗 来检查刚刚讲什么 4乘这个-3 是不是-12 5乘-10 叫-10 6乘-1 叫-6 加0 加8 而这些数字来相加 果然是-28 加8 没错 -20 要了解吗 第五题的话呢 C3 4 满足C矩阵展开的第三列 第四行 它会长这样子的 我们当然可以模仿刚才的效果 把刚才这边用点点点 这样点过去 它落在第四行 所以我前面要把它画三个虚线 把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到第四行来咯 请大家来到倒数第二题 第六题 PQR的话是一个二阶方阵 它说它满足P跟Q相成这样子 P跟R相成是这样子 很夸张的是 不是很夸张 很特别的是 它给大家 所谓的Q加 R是1033 反推出P多少 它要考什么呢 考矩阵的结合率 听我说吧 P乘Q加P乘R 一定可以把这个P先挪出去 把相同的P先挪出去 剩下Q加R就好了 这意思 大家耐心的把PQ矩阵 先抄在左边 这不太靠近的 把它隔开 120 120 去加上P乘上R 13放这边 42放这边 我们把P挪出来 现在P是不知道的 但Q加R已知啊 Q加R矩阵是1033 到后来呢 我们只要耐心的把左边相加 2加1 2加1 0加3 16加4 0加12 然后呢 P矩阵放这边 131033放这边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P算出来 就是用反矩阻症就好了 可以吗 东文医师吗 这边做法的话偏向于同学要耐心的看 我认为应该把它稍微隔开一点点 把这边稍微隔开 会让等一下的 不用那么占空间 好 我重新写一次 左边相加是这样子 右边 1033 一样照抄 但我干嘛挪那么开 因为我准备在等号的右边 右层 右层的右 右边的右 1033的反矩阵 注明一下 这个方法称之为右层 同时间在矩阵的右边 乘上1033的Imbus 它的反矩阵 1033的反矩阵会多少 你可以在旁边运算一下 我们改用不同的比 来帮大家写一下好了 开个小视窗来写 所谓的1033的一个反矩阵 Determine就是3嘛 有没有发现 1乘3-0呢 三分之一在这边 3哦 然后31交换 对不对 这边插个负号 马上插个负号 它会出现三分之一这个字 三分之一你可以不用把它 成进去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的前面的这个矩阵 都有三倍 它都有三倍 那请大家耐心的从右边读回去 这两个矩阵的相乘 马上变I 我现在正在用绿色笔绕圈圈的 一定变I I乘上P就是P嘛 从右边读过来 请大家耐心的从右边这样读过来 看一次吧 刚才的三分之一往前搬 三分之一往前搬 你放心的可以把这个都把它划掉 因为331612 3416是没有的 16这边是没有的 但没关系 它三分之一的话会把它划减掉 去乘上呢 刚刚所看到的那个结果 就是1033的反矩阵 它来到了30-31 而这个答案就是P矩阵了 所以P矩阵的话呢 经过演算之后 大家开始吸一下吧 会来到0144 我直接把这个P矩阵的结果 帮大家 帮大家把它给写出来 我大概心算一下是没有错的 从很快速的把它 第一列成第一行 慢慢将把它扫描过去 可以看到 这些值都是OK的 没错 这不要看错 我担心的是这个数字 这16 16乘以3 扣掉12 48扣掉36 没错 12除以34 所以说每个数字的话 都配得刚刚好 让这个解答到后来 它真的是一个0144的 都是整数的矩阵 并还好没有出现方阵 好 我们讲这边之后的话 我刚刚占据了第七题的答案了 我就把P往下写下来的 所以第七题的同学很快速 我利用下面的空间写一下好不好 原来插条不好看 因为我直接把第七题就把它拉到下面写 你可以把它合并 A矩阵合并 去把我现在涂上红色的把它同时间叫出去 12跟37 A矩阵在外面的1237 分别摆在第一行跟第二行 A矩阵对12做运算 得到54 54要放在相对的第一行 对37做运算 得到25 所以很标准的答案就是 A是谁呢 一样道理 请同学耐心的乘上这个矩阵的反矩阵 结果如果假设我应该把它好好的把它隔开写的话呢 我应该多这个动作更好 1327先照抄 旁边就要多出个空白 1327的inverse 它的反矩阵 5245这边请照抄 右边要多1327的反矩阵 我用荧光笔 把这个颜色标好一下 让它才看得比较仔细 用深草绿色来写 这就是反矩阵的 同时间两边乘上1327的反矩阵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 让这边马上变I 马上变I矩 这I2哦 会只剩下A在左边而已 A在左边 右边的这边相乘 而且务必要把1327的inverse算出来 你要保险它还蛮简单的啦 Determine是1啊 1乘7减2乘6是1嘛 我们就会把A矩阵算出来了 经过演算是这样子的 31-13-18-7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 跟大家补充的 是非题跟基础题 就把它写好 然后准备这边的期末考了 先把这个4-2节 先录到这边 可以吗 往下准备录 4-3节 是非题材料 感谢观看